2月16號 國際明星雲集在德國柏林 在美光燈的照耀下 紅毯上星光閃爍 為第63屆的柏林影展劃下了圓滿句號 在11天的電影盛會裡 共有24部影片入圍 其中有19部角逐金雄大獎 把一部影片進行了放映展示 請看以下報導 國際影星紛紛走上紅毯 修德洛 安凱瑟威 修傑克曼 麥特戴蒙 尼克拉斯凱吉和凱撒林丹尼夫等 在紅毯上紛紛擺出迷人的posts 引起粉絲歡呼 美國喜劇導演大衛高登格林 一共陸王子拿下最佳導演 伊朗名導賈法帕內西的閉幕 則獲得最佳編劇英雄獎 法國紀錄片名導克勞德朗茲曼 獲頒終身成就獎 今晚最驚喜的是黑馬納奇夫木奇克 他因秒生一夜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獎 而今年的最佳女演員獎 炙手可熱 廣受追逐 最終由智利的保琳娜加西亞 尼克洛利亞一舉夺魁 今年金雄獎大獎的得主是 羅馬尼亞的孩子的姿勢 講述的故事是 富家子弟八部飆车撞死了一名男孩 而八部的母親決定動用一切力量 替自己寵壞了的兒子開脫罪名 甚至不惜賄賂募集證人 新唐人雅太電視馬力編譯 不惜賜通知否 評估trl奇夫人 全球詐募集證人 最佳三郎